贷款买的自住房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?买房自住还是投资吗? 自古以来人就有买房置地的传统,房子不仅可以遮风挡雨,更是一个家的象征。 以此为目的来购房的人群往往对房屋的位置、环境、面积等非常在意。 要明白自住房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?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资产,什么又是负债? 资产和负债是一个会计数字,资产是指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。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,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。 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,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实义务。 然后说一下未还清,债务时金钱从你的口袋中溜走。 还清房贷之时,不要想太多,即使还完了。 除了这套房子的使用权完全归你所有,好像也并不能从这套房子中得到什么,除非你把房子卖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